市部長 那個都要來責怪你 我覺得也於心不忍 但是幾個問題還是想救教 謝謝 就這幾天以來 坦白講很多民眾有得認了 有得認了 雖然我們今天做成動長的決議 但是真的 真的 這個我的辦公室接到非常非常多的電話 所以我不問台電 要問部長您 非常多的中小企業 有些部分電力成本 按照那個 是他們整個出貨成本 佔很高的比重 那麼這個 一下子 這個工業用電增加那麼高 那個整個出口的成本 或者是 或者是他所說要支出的費用 一下子暴增 一下子暴增 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經濟部有什麼樣的想法 有沒有可能說 對於 這個中小企業 尤其這個發電成 佔他們的出口成本很高的 出貨成本很高的 那經濟部有什麼樣的 比如說 電價可以不要漲那麼多嗎 或者是說 這個 這個 就像經濟部一方面 這個希望大家節電 一方面還補助 還補助 還補助 好像補助冷氣嘛對不對 目前 角色一般的用戶 去買 有沒有 對 有沒有類似配套的 救濟的方法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對 離封用電 這次調整最大 是離封用電 離封用電 我們現在重新在 精算 看要怎麼做個 適當的來做個處理會比較好 這第一個報告 第二個經濟部 這一次為了做節能減碳 我們也 從 這個 航庫裡面 大概有一個 匡列的一千億的 節能減碳的這個 經費啊 來幫企業界呢 做一些 節能減碳 改善的工作 這第二個報告 第三個 第三個 為了幫企業界能夠 確實做到 少一點能源 我們會組一些服務團 到各個企業界幫忙在那邊 需要把他們的衝擊 能夠盡量加低 這個服務團 是的 專家是專家 服務團怎麼做 部長 部長現在憲 憲馬上要出貨 憲這個身份 憲到4%以上 那你現在剛剛很多理念 也對 但是 馬上 真馬上 馬上可能出貨出不了 馬上要賠錢 甚至馬上要裁員 馬上要倒閉 那怎麼辦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當然各行各業都不太一樣 那麼像這種都主要屬於這種所謂工業部門 那麼工業部門的話呢 他的平均一般的用電的成本 佔他的總成本 當然各業不一樣 不過大概是一個百分點到五六個百分點左右 有些比較高 但大部分在這個範圍之內 所以我們會針對幾個 比較 耗電量比較高 占 成本比較高了 我們會做專案的輔導 大概是有 目前有這些規劃在那邊 哪些專案輔導 跟這個大院說一下 是的 就剛剛提到了 我們會派專家到公司去告訴他們 大家一起來檢查一下 看整個設備有沒有這些改善的空間 有沒有減能的空間 這是可以做的工作 那第二我剛才提過是說 在要做改善的話呢 可能有一些需要的資金 政府可以從銀行融資來幫忙 比較低的利息來幫他幫忙 那這些呢 我們都有在考慮 這是設備的部分 那我告訴你說 現在馬上這一季要出貨 都發生問題了 就真的我這辦公室介到很多 包括像紡織業 有的或整染業 很多他的電力用的非常的 這個本來就非常的這個 這個耗費他們的 佔他們成本的趴數 恐怕不只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的 那麼這些 立刻 立刻發生這樣的時候的時候 不應該不是在講設備吧 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 有些 有些或者是說整體來講 這個部分 那個採取比較緩慢的措施 緩慢 這個漲價的措施 我剛才提過說 因為這邊現在有所謂的 尖峰跟立峰用電嘛 那立峰用電 我目前的確 有在重新做 做細算 看怎麼適當的處理 能不能有些空間可以調整 我目前正在考慮這個議題 這個要重新細算一下 重新細算 那算多久 能不能 能不能在5月15號以前 把這個相關的 讓企業界能夠 能夠了解嗎 因為這種 這種 細算過之後 一定是在5月15號去 一定是那個之前 不會這個之後的不會 我想我這也不是 也不是說 只針對中小企業啦 但是我看很多 120度的問題啦 很多大家都 都談過啦 坦白講 這個 又問大家也疼 那 導致另外我想請教 因為 因為我有算過啦 上次我來質詢的時候 就是說我們 這個包括 那個請能源局歐局 歐局長 好 謝謝 歐局長 我上次其實有提到 我們每一年 每一年對電力的估算 連續幾年 有的是28% 有超過啦 超過 那麼 台電的整體的電力規劃 或者甚至包括這次電價 的計算 台電的虧視 這些種種 有一部分也都來自於這裡 那那天好像您答應我說 這個要檢討 這個幾天過後 想歐局長 是不是你提提看 這有兩個部分 拜託你回答 第一個部分 這個事情 是不是還是繼續委託給台電 第二個部分 未來能夠達成 到底誤差 能不能縮小 能夠縮小到多少 我是不是跟委員報告一下 再請歐局長補充 第一個 第一個 98年到28% 那真的是比較高的 那各位報告 那一年為什麼會到28 有兩個原因 那一年是因為景氣比較不好 所以電量的使用量降低下來 所以空機的量就打大 這第一個理由 第二個理由是 那那個之前 就有一些機仔 有一些設備呢 開始上路了 到那點剛好上來 所以容量增加了 所以後面容量增加 後面用量減少 就造成空檔比較大 這第一個報告 第二個 這個 今年異顧的話呢 這個 備用容量呢 大概會降到 16到17之間 16到17之間 它會跟景氣有關係 也跟我們機仔 也算是沒有關係 那其他部分 我是請歐局長報告一下 謝謝 邀委員好 部長 我不是在問備用容量 請歐局長答 我們在委託給各個 我們委託出去的計畫 做這個電量 這個需求的預測的部分呢 基本上我們是透過政府採購 是公開招標 這個是第一點跟姚委員 先做一個報告 但是你這樣每次都還是台電啊 不是嗎 我們會公開招標 那當然我們現在在局裡面 內部也在檢討 等於說 除了台電以外 那相關的學校的單位 或者是相關其他的財團華人 在建立這個電力需求的 預測的這些單位呢 我們都 上一次姚委員 已經有跟我們做這樣的一個 寶貴的建議 局裡面內部也積極的 在恰國內的單位 除了台電以外 有哪些的 專業研究單位 是可以有這個潛力 來做這樣的一種電力需求的 一個預測 這個部分我們積極在進行中 我認為 我認為喔 這應該排除台電嘛 對不對 你是能源局嘛 是 你是整個國家 能源發展的 不管是需求也好 能源的開發也好 能源的準備也好 是 齁 那 我看你過去 過去是不是通通是 照標 然後最後都台電得標 是過去是這樣的方式 透過公開政府 照標的方式 然後台電得標 球員兼裁判嘛 歐局長 楊委員 楊委員所提的這個意見很好 如果有更多的單位 然後他來協助我們整個能源局做相關的電力供需呢 那有多元的意見進來 會讓他找到一個更好的答案 謝謝 謝謝委員提到 這一點因為我 從來過期沒有注意到喔 那麼台電本來就應該做電力供需的 他自己本身就應該做 只是另外一個報告出來 能夠平衡一下會比較好一些 這應該是說台電提出他們的嘛 我知道我知道 整個能源局齁 你要統籌 來幫部長 這樣可能比較好 幫部長 不要成員兼裁判嘛 我知道 所以 現在我們來研究一下 是不是可不可能把那個 某些特定對象把它排掉 那個主席再最後一個 我剛剛有問他說 那可以降到幾趴 不是部長你說的那個備用容量喔 我知道 我現在是說能源局的估計喔 你說那個當年 成長那個高級 當年都二十幾趴啊 沒什麼管啊 大概都 大概幾個百分點啊 大概幾個百分點 幾個 不過那影響就很大了 沒有啦 我是跟你算過啊 你連續幾年都二十幾趴啊 一開始還三十幾趴啊 沒有啦 沒有啦 你最近董事長報告一下 沒有那麼高 一個負載的一個成長率啊 從現在到未來到三四趴每年 那您現在回到二十幾趴 又回到那個備用容量率的問題 好啦 我請那個 歐局長 這個會後給我答覆好不好 呃 跟姚緣報告 我們 我們在 請你會後再答覆就好了啦 他基本上分成是一個攻擊 一個系統 好 姚緣就說 會後答覆就好了 是是是 好 我們 非常多提供師們